位于南投县新义乡同富村的新童林桥 日前举办通车典礼 县议员史清水表示 非常感谢县长以及地委的帮忙 让这座桥可以完工 这次我们南投县新义乡同富村的一个童林桥 今天已经落成了 大家都非常的高兴就在一起 我想会场都布满了很多的乡亲 人山人海 那今天也感谢我们的县长 以及我们的立委许淑华 能够到场来参加 感谢他们能够争取这个经费 把这个桥做好 县议员史清水也指出 若没有试做童林桥 一旦遇到天灾时 就无法将农产运出去 这次举办通车典礼 除了可以解决交通问题以外 也可以让游客进出更方便 因为这个桥不通的时候会造成我们内陆的一些老百姓的农作物 还有物产品天灾的时候就没有办法运出去 造成他们一些生气上的困难 这次通了以后 不管是农作物的运出以外 对我们的游客进出也非常的方便 县议员肖志全表示 希望在通桥以后 同龄桥可以肩负起地方交通的重要角色 也可以让当地居民有安全的交通环境 也希望通桥以后 所有百姓在这边出入 能够顺利平安 让我们的同龄桥 除了担务起地方交通的重要角色 也期待我们的同龄桥 然后能够建务起 包含新中原公路 跟通往阿里山等等 还有超培桃跟唐吉拿这边 跟和射新宜这边 做好一个主要的干道跟替代的角色 大家出入能够更平安更顺畅 新宜乡位属偏乡地区 不但物资缺乏 交通上也有许多困难 当地居民非常感谢许多单位的帮忙 同龄桥的落成 也让当地居民有更安全的交通环境 记者邱平逸信义采访报道